大家好,我的名字叫SJ和J了,我是Juniper的执行部总裁和兼总经理。 那么AOPS是任何自动化IT基础架构的关键组成部分,可以改善从安全性到分析到试炼响应的时间的各方面。 那么今天我们想谈到关于使用有效的AOPS去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的考证和制约,而且非常重要,这是它如何可以确保更好的用户体验。 那么今天参加我的是Prakash Koh,他是来自于Autodesk的高级部总裁兼首席信息官Prakash。 欢迎并感谢您加入我们。 那么谢谢SJ,谢谢邀请我。 那么Prakash我们开始时,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都想听一听关于Autotex的目标,那么在之后我也想听一听关于转型,你们从本地到切云体验优先的这个转型。 那么首先SJ,谢谢邀请我对于不小姐的人来说Autotex,我们原来的验警是为所有人设计和制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通过我们的设计和技术创新,让创新者可以想出新的可能。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通过的订阅模式,我们可以作为一家公司经历巨大的这种转型。 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我们已经有了,这家公司有超过了60年的工作的时间,以前我们是卖DVD,现在可以在访问我们云中的软件。 这是很有趣的,因为我看到整个这种转型,我可能已经看到,我很幸运地看到了整个的转型的过程。 来到IT部门,我们这次经历的转型非常小,我想说我们一直在努力为客户做事情,我们也在内部努力为员工在做, 我们做核心的事情是迁移到云中,充分利用人的潜力,然后去消除这种用户的这种使用上的这种困难,按需,他们提供所需的一切, 因为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按需提供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种消费者的,他的这个理念是对任何用户上有什么呢,就是及时满足, 对,即时满足,不管是对员工,客户,合作伙伴,还是这都是我们所要面对的这种主题。 再说一遍,如果您之前是一家发行DVD的软件公司的时候,你看到那时候就是要把产品放在中心,我们可以提供哪些新的功能? 那么现在在整个的订阅的这个性质中,一切都是为了了解您的客户,以及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和有价值的, 并尝试看看如果存在于之前的相关的这个摩擦,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消除这些摩擦吗? 那么新的流行语是关于数字化,那么同时我可以看到是在内部的员工,我们定制的整个的这种章程也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要确保,那么有上百种的这种表格要填写才能获得我们的访问权限, 那么首先我要看看我们要找出他们使用的工具,然后看看我们要在哪里让他们填写一下表格, 然后最后让他们经过这个流程,没有任何人会拒绝他们的批准过程,最终他获得这种访问权限, 那么我们的方式,愿景和目标是如何理解我们的员工,可以在第一天就给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东西呢, 我们管他叫第零日访问,与生俱来的这种访问的这种权利, 当然这是一切做的,他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企业安全,这是我们工作的核心, 这并不是要进行安全的妥协,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以安全为我们的样力, 在体验中设置这么多的,比如说更多的这种保护, 那么这一切都是经验以外导向的,这就是我们跟Juniper合作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记得那些日子,我实际上你知道吗,Prakash,我们回忆一下也挺好, 我觉得当时我们相遇的时候,你正在经历这种转型, 你当时给我讲了一个例子,印象的非常适合,这是关于电话系的,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嘛,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关于Mist还有Juniper的,再讲一下Mist和Juniper的对象, 对,当然对我来说,台式电话确实是一种传统的一种东西, 那么在Otodex,除非你需要呼叫中心人员或其他工作的原因, 否则我个人觉得这种台式电话真的是90年代的老东西了呢, 我们不需要,大家需要一个台式电话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 那么如果我以前曾经有些东西,那么不管我是不是用不用它, 但是如果我要告知,我要把它拿走呢,这就是一种阻力, 因为这种感觉之前我想我有它,这原来是有一个实物在我这里, 那么我这完全取决于大家的心态和不管你是否使用它, 那么我想看一下我们如何去推动这种改变呢, 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关闭整个的电话系统, 看到底有多少人会报,那么就想整个这个楼层关闭我们的台式电话, 看看真正会发生什么,真正到底有多少人会对此题中抱怨, 在我们的系统中提交一个ticket, 那很毫不奇怪,我反对警告我不要这么做, 但是我还是这么做了,我告诉他,把这个系统关掉, 没有任何人抱怨,这就是证明了我们当时, 我们的劳动力,我们的员工是有多么的现代化, 他们使用的工具,不管是聊天工具, 不管是这种EV,手机还是手机, 这些东西都是都在使用, 那这就是更加的证明我们不需要采取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 我们可以不足大胆的决定,并且更快的进行系统, 这是当然是这个事情的一个角度, 那么回到我们的这顾问当中是, 看到我们做到了,我们证明了,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这种台式, 这种电话的这种资产了, 那现在我不知道在这种后疫情时代, 我们还需要有桌子吗? 是啊,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是我办公桌,那么确实我们还有工作空间, 有合作协作中心,休息室, 我们会到在这里进行协作创合作, 那么这些比如招就晚我来这人, 可以来这里金融金里完成所有的工作的日子, 每天都来这样的日子,我想都是一去不复晚了, 因为在过去两年当中, 不管是坐在家里还是其他地方, 我们大家都了解到这一点, 我认为当我们进入办公空间的时候, 我们是真的是很想和其他人工作才来这里的, 我希望这种事情是实际上是在发生, 我记得Perkash当我们见面的时候, 当时电话的例子让我成为你的重视的分事, 我记得这是我们开始讨论的地方, 我轻时记得谈过这事, 你说你看, 对,你看我觉得没问题, 我觉得是,我觉得很欣慰, 因为当时我们是一个初创歌词, 因为当时甚至我们还不叫Juniper, 当时你们正在做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部署, 你当时正在进行数字化的转型来推动体验, 我觉得当时我们说开发它的原因, 是为了丰富的最终优惠体验, 是我们之间产生了共鸣, 当然你做了一些试点, 你的团队也非常的棒, 我说的是, 觉得是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 《长话短》说全球的部署, 然后之后作为MIST被Juniper收购了, 成为一个人工智能驱动的职业, 你可能会很好, 知道Juniper当时我们的起跑线, 也是叫做关于体验第一,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种网络, 那么真正一个成功的合作伙伴, 我是没有说的, 你的团队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那么改变可能不能由你来发生, 但是我们决定让我们改变, 那这是一个支持性的团队, 那么我们知道所有的这种转型, 在这种疫情之后, 那么我们也知道它改变了这种, 9点到5点的这种工作时间, 这种办公桌的方式都改变了, 那么如果你知道以前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那你就知道它是不对的, 那么我想让观众聊一下, 这对All-Dice意味着什么, 我想知道数字转型意味着什么, 那整个的这种工作场所, 所谓我们这种混合工作的这种场所, 你需要弄清楚, 它比如说是因为你的角色啊, 地理啊, 还是你的团队啊, 还是适应当个团队的情形啊, 大家是各自不易的, 这是我们的理念, 我们并没有规定你每周要来公司两天或者三天, 如果你在这里待两天, 那么也可以, 那么或者是你完全的是在远程工作也可以, 那么我们会在这地方表明的, 但是我们说一句, 我们有非常好的这种办公室, 因为这方面我们投资了很多, 但是如果你们还会看到AutoDex的办公室, 是非常棒的办公室, 我个人的偏好是每周至好两到三天到办公室里面, 我也知道当我在专注于远程工作的时候, 我能够高效的非同步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但是我的偏好是两千其美, 如果我自己有偏好, 如果是有偏好的话, 有的时候我会全职的时间在办公室, 有的时候我是在原部远程, 关键是我要两千一美, 而且这个体验必须是无缝衔接的, 那我在家里的这种体验, 我不应该会感觉到, 如果我要回到我们的园区工作的时候, 我必须要算出一个公式这么复杂的事情, 才能在我们的园区里工作, 如果我去咖啡店的时候, 我可以去登录, 马上就可以工作到我的办公室的时候, 我不应该感觉到我要做这四个这种体操的这种复杂的动作, 才能开始工作, 然后才能开始, 我也需要去解答一个公式一样, 那么复杂, 这时候是很大的压力的话, 特别不是你每天都来办公室的话, 正如我们的体验, 我们基于体验做成的这种智能性, 那么如果我是用户, 我要去原居, 我应该能够知道, 我应该访问哪个建筑物, 我可以去哪个房间, 哪个楼层, 这确保我们有安全性的和相应的配置, WiFi, 如果我没有遵从一些任何的协议, 那么我应该这个WiFi应该被关闭, 或者通知我的经理, 如果我会去一些会议室和其他地方, 我希望使用你的这种WiFi信标或其他的方式, 帮助我去导航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不是每天找到这个会议室, 因为我不是每天都到这个工作场所来啊, 因为在这个之前, 我们在疫情之前就会谈到, 我们在使用WiFi的每一个细节, 那么我记得从我们的谈文中, 我们从体验的角度谈论的这个事情, 我不需要每天如果去办公空间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些功能非常相关了, 我知道我可以很快的去快速的安全的去连接, 我需要跟其他人很快的可以协作, 这样我就不会感觉到有压力, 这就是我要说的关键, 好的Purper Cash, 我记得你说的对, 在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的讨论, 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发生, 但实际上那段时间, Otodex和这个Juniper, 他对我们服务的效果是挺好的, 我还记得当时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说CJ, 我不希望有人会去抱怨, 就像你谈到这种咖啡店的一样, 他就是说你打开, 他马上可以开启, 即可满足, 我也想知道观众想听一听, 关于这个转型对于你的IT团队来讲, 意味着什么, 你肯定不能让你的IT团队四处奔波, 因为我们, 所谓的这种WiFi的问题是吧, 那么你在使用这种系统进行网络运营方面的这些经验是怎么样, 对关于网络运营, 我非常的坚信, 我是一个软件人, 我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硬件的硬核的人, 硬核硬件的人, 那么我相信软件可以是解决的一些问题的办法, 你可以更快的进行扩展, 这就是原理跟硬件没有关系, 当我们建立新的, 比如说办公室或者是园区的时候, 或者收购新的公司的时候, 当我们必须要对一些东西进行做好准备, 部署的时候,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在云端, 包括如果你的控制器就应该是云控制器, 我不需要本地的, 因为我没有本地的东西, 我没有数据中心放置这些本地的东西, 或者进行基于这种站点的这种网络的这种操作, 所有都是坚匀云的, 所以网络应用人员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操作, 然后还有可见性, 如果有问题的, 我们都知道现实就是我们不想有问题, 但是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我想知道, 如果可能的话, 用户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解决了, 这样我们可以快速的进行反应, 或者是主动进行反应, 那么从WiFi的角度上来看, 我们可以很快的搜索正在发生的事情, 谁有不好的体验, 有什么问题, 那么以前就像是说那个人, 比如说有一个人有一个是有相应的知识, 可以回到这种复杂的网络系统上看看发生了什么, 那么我们都在等着那个像一个神一样的人来告诉我们说, 什么事情发生了, 那么对我来说, 这不是因为人们想在软件公司这种想要自助服务, 那么不想有人告诉我发生什么, 我家里没有网络工程师如果遇到WiFi问题, 他能来给我解决问题, 没有, 那么再说一次, 我的这种哲学和想法是当我在挣扎的时候要保持我的家的安全, 并同时保持我的这东西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在这种园区上就会不一样呢, 为什么要把它弄得过分的复杂呢, 是的, 我知道园区有自己的限制和一些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有些解决方案真正将它提升到这种水平, 这就是我运作的全部的理论, Perkash我想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谈到了是之前我们是如何相遇的, 我们当时在体验上如何保持一致的谈到了我们的电话的这个例子, 让我成为你的一个忠实的这个粉丝, 之后谈了一下对你来讲什么是重要的, 你说了是关于丰富体验, 那么关于控制网络运营啊, 系统啊, 还有成本, 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 我也非常喜欢你说说的, 好吧, AutoDex正在考虑改变其客户的体验, 那么你现在交付你的服务的方式, 而且令人兴奋和关键的是, 你说过, 因为你先要对你的自己的员工进行相同的这种思考, 提供服务的方式, 我认为Juniper和AutoDex的合作的伙伴关系是进行的非常成功的, Perkash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因为我了解你, 我知道你也喜欢继续思考和挑战一些技术, 提供一种新的体验, 那么AutoDex下一步是什么, 我认为从员工的角度来讲, 重点来说, 也就是给我们要关注个性化, 我觉得下一个层次的体验, 也就是当你来到一家公司的时候, 就像我跟你说的那样, 我们有几百种我们使用的这种工具, 从根据我个人的这种特征, 我可能使用五到十个不同的工具, 这就意味着我不需要了解其他人使用的其他90种工具, 那么你如何更好地理解我, 给我提供服务, 给我提供个性化的这种体验, 那么首先要专注改善我们的整体的这种体验, 现在一切都是为了给我提供个性化的体验, 然后给我推荐东西, 让我的工作的一天变得更加的高效和有成效, 我们非常专注于关于个性化, 我们正在为每一部的内部员工尝试在做这个事情同时, 我们也针对给我们的客户做同样的事情, 我如何更好理解我们的客户更好的服务他们, 增加更多的价值, 一切都是和价值有关, 这是下来接下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事情, 要非常专注于数据, 非常喜欢你这么说, 从根本上来说来讲体验就是你们的愿景, 从数字化开始, 现在你是说个性化的数字化, 把它带到一个超规模上, 谢谢你今天的时间和你交谈的时候, 每一次都是让我们感觉很兴奋和振奋, 那么基础是AI Ops, 就像我之前跟你期待的一样, 你谈到结果, 你今天也谈到了关于体验, 再一次感谢你在AutoDAX的旅程, 作为首席信息官和高级副总裁, 谢谢, 谢谢苏珍, 你邀请我, 做了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